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各种食材焦急碰撞,又能缔造新的美食 齐味、多味、新味、百味百变,挤挤一堂 江城的夜色是光与影的游戏,也是色与味的战场 在那些临次致比的街边餐馆里,掌勺们滋滋以求地探索 伴随着老韬们的寻味之旅,演绎着一轮又一轮的宵夜神话 过早互不像,宵夜即庆街 这句耳熟能详的礼语正是武汉饮食文化的生动代表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人们结伴而聚,穿街走向 这是谈天说地的时刻,更是肆意狂欢的时分 宵夜,作为一日三餐之外的另一种饮食需求 承载了果腹之外的诸多功能 不仅讲究氛围,更追求味道 同时,也满足了人们在万家灯火之下畅想人生的需求 数十年前,以吉庆街为中心而兴起的宵夜文化早已遍布江城 街边小巷支起的棚子里,灶火一起,饭菜上桌 便开启了武汉生活的下半场 江城夜下,厨师们创新造味的精彩故事 正在为我们打开一个新的时空 夏小明是诸多宵夜排档中的掌勺人之一 从一份烧毛豆起家的刁脚排档 到如今门庭若市的火爆店铺 夏小明和丈夫一坐就是十五年 为了迎接夜幕中的寻味狂欢 大排档在中午就开始了进罗密谷的忙碌 你们把爪子捡过细一点 我们稍微肉入味一些 颜色也好看一些 出任掌勺大师傅的夏小明和所有武汉人一样 泼辣直爽 身上有着一股洒脱随性的江湖气 老主顾 驾轻就熟 字不必多言 除了欣赏他的为人之外 更重要的还是钟晴于他独创的三样法宝 烧毛豆 烧凤爪 糯米春卷 寻常食材所创造出的奇妙味道 即便是在茶楼酒寺中行走频繁的人 也会为之所吸引 所谓绝活 不过是用心 起初 夏小明并不会做菜 烧毛豆和烧凤爪是他在灶台间的启蒙 毛豆在夜宵摊上屡见不鲜 广为人知的做法是凉拌 另辟蹊径的烧毛豆 是夏小明多年实践后的做法 赋予毛豆更为新鲜的味道 那是一种无法模仿的味道 柔和了武汉人喜欢的咸 香 麻 辣 甜 既刁钻又奇妙 一下子把嘴雕的武汉人收服得妥妥贴贴 武汉人对凤爪也是极为着迷 或卤或烧或炖或烤各色排档都能见到 而在夏小明的排档里 经过高压锅卤制的凤爪还需二次烧制 先卤后烧二者合一 咸鲜麻辣更加入味 正所谓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寻常的食材之所以能做出奇妙的滋味 是掌勺巧思的使然 更是耐心细致的必然 夏小明对制作的工序极为认真 对使用的调料也深有研究 热油下料 翻炒焖煮 风招经过重重历练 才能装盘上桌 浓稠的汤汁点缀上芝麻和葱花 鲜香麻辣 口感殆尽 这是夏小明自创的武汉味道 武汉街头的糯米多半以烧梅 豆皮的样貌出现 经典之外的创新 则在夏小明的糯米春卷中得到了体现 这是他为满足武汉老韬们 追求重油重味的味蕾要求 而量身打造的美食 糯米配鲜肉 用胡椒来增味提鲜 夏小明的糯米春卷口感松脆 口味咸辣 农香中带着糯米的清香 酥脆里伴随着糯米的绵密 吃起来自有一番不同寻常的滋味 烧毛豆 烧凤爪 糯米春卷 三道寻常食材做成的家常小吃 在夏小明与众不同的烹饪技法之下 味道也变得奇妙起来 让人不得不叹服他的匠心独具 没有正式学过厨艺的夏小明 有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那些寻常人手边的家常材料 经过他反复实践 最终迸发出意想不到 却恰到好处的味道 轻描淡写之间 自信满意于表 夏小明的排档里 每一口都是全新的味觉碰撞 与夏小明在寻常中制造不寻常的做法不同 不远处石牌岭的宵夜师傅英小勇 正在追求一种食材 创造多味 烹饪出属于美味时刻的不同欢喜 在英小勇的排档里 另一番宵夜江湖的光景正在上演 武汉是吃虾的天堂 追求口味的武汉人 把这种熬虾科食材的做法发挥得淋漓尽致 油焖 清蒸 蒜蓉 卤味 从经典到创新 每只小龙虾都有自己的宿命 都能引领出百转千回的滋味 每年有三十亿只小龙虾成为武汉人的习上佳肴 人们细说 武汉人的一年只分两季 吃小龙虾的遗迹和不吃小龙虾的遗迹 由此可见 小龙虾在餐饮江湖中的地位 通体火红 闻之垂涎 江城之夜不吃虾 那便不是完整的狂欢 小龙虾那薄薄的虾壳与虾肉之间的缝隙 可以将各种味道纳入其中 它成了调和重味的不二选择 也是口味创作的最佳载体 与小龙虾打了十五年交道 英小勇深谙其道 油闷小龙虾 相传源自一百五十公里之外的浅江市 但在武汉落地生根 成为当下最受欢迎的吃法之一 各大肉多的鲜虾与油闷的做法相得一张 英小勇每每亲力亲为 清晨 虾妆的后厨一片忙碌 英小勇和伙伴们 一同筛选着新鲜的活虾 在挑选的过程中 我们会使用到尺子 以及秤 确保虾的规格 并会用手去捏每一只小龙虾 使它达到我们想要的品质 用手捏 用秤秤 用尺量 选虾是一刻也不敢怠慢的头等大事 精心挑选过的小龙虾 才能将多样的滋味呈现得淋漓尽致 今天这个虾子个头还是比较大的 然后尾巴也比较有弹性 然后缝子后这边也要注意一下 你看这个尾巴这边开口开浅的一点 应该要捡到这个虾头这个部位 不然的话不容易入味 你这边要注意一下 善吃又挑剔的武汉人 对味道的要求激进严苛 与一江之隔的湖南小龙虾口味不同 武汉的小龙虾更偏好做料的提味 为了让小龙虾的味道更加完美 英小永曾走遍四川 最终找到一种最符合武汉人口味的花椒 这种配料与油闷小龙虾的结合堪称天作之和 这种花椒麻而不服 回味悠长 当它炒至微服的时候 最能够激发它的麻味和香味 单一的食材要变化出多样的风味 其中的秘诀来自不同的选料 二十多种香料在热油中爆香 撒入辣椒 青红花椒 带油温升高 迅速下入新鲜的小龙虾爆炒 虾的香味混合着配料的香味 在高温催化之下相互结合 人类的嗅觉 顷刻间被占领征服 出锅之时 浓郁的汤汁已完全进入虾壳 渗入虾肉 饱满的虾肉裹挟着油脂弹出 咸香与鲜甜在唇齿间爆发 鹰小勇的油闷小龙虾 口味麻辣而有回甘 特殊花椒的加盟又增添了无尽的回味 令人食之不忘 久久挂怀 而最能保留小龙虾原汁原味的做法 还是清蒸 清水虾搭配湖北传统的清蒸技法 作以姜片小葱白酒 三个层次的味觉和名 总能营造出更为清新的味道 虾子被蒸得红透光亮 原始的味道被完美激发 如果觉得虾的原味过于清淡 配上一叠精心秘质的蘸料 一定不会令人失望 鹰小勇自创的秘质蘸料 需要现吃现调 保存期限只有两小时 蘸料酸辣鲜香 与清蒸小龙虾堪称绝配 这种蘸料的制作方法 是鹰小勇绝不适人的秘密 当今时代 吃得过瘾 是寻常食客们最普遍 最强烈的诉求 为了让食客们更过瘾 小龙虾在油闷和清蒸中 衍生出蒜蓉虾的做法 让虾肉的清甜 与爆香的蒜末相结合 淡水和鲜 也能吃出海鲜的味道 风味愈发独特 美味来这边吃虾子 感觉最好吃的 还是这个蒜蓉虾 虾香酱特别的香 让它加起本身的鲜味 真是太棒了 武汉人把吃小龙虾 又叫做搓虾子 那是一种太过幸福的享受 汁水横飞的餐席 月上烧头的夜晚 或欢聚小酌 或情侣缠绵 搓虾子的人们 总让江城的湖光夜色 充满了勃勃生气 而造味的厨师们 以虾为载体 因材诗迹 蒸 炒 闷 炸之间 打造出专属于武汉的多样风味 掀起一轮又一轮的狂欢 我们都蛮喜欢骑虾子 以前走哪有人走 我们就经常来这一家骑 对吧 因为它我们虾子吃得特别干净 给我们衣服 别入围 是吧 不论是传统做法 还是新式搭配 一种食材 创造百味的智慧 让食客与厨师们 共同谱写着 宵夜狂欢曲 人们的生活安详富足 夜宵江湖 书写着平凡市井的生活故事 讲述着人们 对于美好生活的诉求 在满街虾乡的雪松路 感受江城的百味之夜 当然不能错过 另一种全新的味道 两位年轻人将蟹饺 与碱水面相结合 创新出一种独特的美食 蟹饺面 学生时代结束后的 王田夫妇就从事餐饮行业 最初以摆摊卖炒海鲜为生 辛苦劳碌自不必言说 意外的收获来自某天清晨 老板娘王田将烧剩的蟹饺 盖在炒面上用以果腹 正是这个无心之举 开启了他们对于美味的全新尝试 蟹饺与炒面结合的味道非常特别 那是海鲜与本土碱水面碰撞而成的独特风味 令人耳目一新的同时 也开启了舌尖的全新体验 经过无数次尝试 蟹饺面的味道日益贴合武汉老饺们的喜好 逐渐被食客们所追捧 几经波折 神苗与王田将这一道创新的美食 从唐家敦的小滩带进了人生鼎沸的雪松路 雪松路是一条因宵夜而名声在外的商业街 想在这里立足并非一事 蟹饺面能否接受住考验 毫无疑问 蟹饺经济实惠 能让大众花很少的钱 就能品尝到海鲜的味道 而且它与蟹肉蟹黄相比 更有嚼头 但这还远远不够 经过反复调味与探索 神苗和厨师们发现 饱满多汁 才是让蟹饺面更具口感的秘诀 只有饱满的蟹饺 才能让食客嚼得满嘴鲜甜蟹肉 缩上一口浓郁汤汁 侧客 出现算 鲜甜蟹肉 看到吗 然后点点点就标点 好 你不能点点的口感 没有到这个蟹偏味口感好 我能够好 像这样是不是 像这样是不是 供应商的初选 还达不到王田的要求 每天上午 送过来的新鲜蟹角 还要经过 输出熊小军的二次筛查 反复敲打 听音变质 判断蟹角中的蟹肉 是否饱满 熊小军有拿手的绝招 敲打时发出脆响 说明肉质已经完全风干 这样的蟹角被装进布局 淘汰出局 而敲击时 声响厚实沉闷 则说明肉质丰满 充满水分 这样的蟹角 才符合要求 精心挑选出的蟹角 能保证蟹角面味道鲜美 同时汁水风影 蟹角经过大火油炸 表面呈现橙红之色 立即捞起磷干 这时蟹角内的蟹肉 已经在高温气化中 快速熟透 更易吸收汤汁的精华 厨师们身手利落 将炸过的蟹角切得大小均匀 每一块蟹角入锅时 都能均匀受热 大火油炸 香料爆炒 白酒巨星 辣椒增香 调料入味 一番操作如行云流水 来自大海的蟹角 就这样与来自麦田的碱水面 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蟹角肉粒饱满 烧汁包裹碱水面 这道小吃口感弹牙 酱香浓郁 咸中带甜 令人回味无穷 既能吃到筋道的碱水面 又能品尝新鲜的蟹角 融合的食材 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美味 也给江城的夜宵江湖 增添了一抹亮眼的色彩 武汉的宵夜 口味至上 味觉灵敏的老汤们 只会为过硬的味道停步 本是无意之间的创新 但在沈淼和王田的 不懈努力之下 融合食材创造的新味 同样赢得了一席之地 武汉 每天都以不一样的姿态 迎接着八方来客 每晚都以盛大的夜宴 犒劳着辛劳的人们 江城夜幕之下 人们心心念念的夜宵之味 是烟火气息的凝聚 也是人 他过街串巷 明满四方 以干夺快 香心之料面面俱到 从黄河楼下 护布巷 到江面的船舱 闭窝里 阴晕着时光的记忆 他就是江城人的锅枣 武汉热干面 武汉热干面 由中国农业银行 冠名播出 武汉人对热干面的吃迷 已经到了顶峰 仅一天就能吃掉 三百五十万斤热干面 为了这一碗热干面 武汉 每天早早地就醒来 凌晨三点 梁道街上的这家热干面店 支起了大锅 火要大 水要宽 水沸后 放入两公斤 生减面条 滚水逐至七八成熟 面条呈现出透明的制度 烧起出锅 大概就是 差不多三分钟左右 然后还要看这个面 它有时候面干一点 有时候面酥一点 将面迅速摊开 拌上菜籽油 菜籽油均匀包裹着 每一根面条 色泽晶莹黄润 对着强风抖开 时刻舌尖取决出的 爽滑柔韧口感 在人力与时间的反复下 一点点形成 三百多精面 考验的是万力与耐心 我不咋面肉 好吃 我愣得快 没有均韵 胆丸面 天已蒙蒙亮 赵友之是这家 红油热干面的店长 红油热干面 四十年的相熟 红油也熬了四十年 大家都尊敬他 赵师傅 都是比较新鲜的辣椒 这都味道蛮好 有蛮香 赵师傅用眼睛和经验 来把握食度 烙出清烟 证明油已七八成熟 迅速倒入辣椒面 瞬间激发出辣椒 独有的香味 加两水 就是这个辣椒的一笔一笔吧 加水可进出辣椒的红色素 降低油温 辣椒油香味更浓 抓面 烫面 倒入酱油 卤水 芝麻酱 再来一勺酱萝卜丁 一勺酸豆角 撒一把葱花 红油 所有动作引起呵成 同样的动作一天要重复四五百遍 对于加调料的顺序 热量 赵师傅早已了然于心 凭着直觉 不差毫度 武汉热干面 咸香可口 赵师傅加入红油 提升了辣味 一口下去 沉睡了一夜的味蕾被打开 全身的细胞被唤醒 让人精神抖擞 赵师傅把半辈子的热情和记忆 都倾注在面馆中 小店从不缺人气 店面越换越大 老街坊始终追随 就因为几十年不变的老口味 湖北温暖湿润的气候 适宜芝麻的生长 汉南的白芝麻 大而饱满 色泽鲜亮 芝麻即将收获 龚芳明要到地里看看才放心 因为从这片地里收获的芝麻 研磨成芝麻酱 要用上一整年 青年你芝麻蛮饱满的 青年芝麻主要是气候比较好 雨水少 雨水少 高温 芝麻在120摄氏度的炉中 翻炒80分钟 在热力作用下 芝麻发生了奇妙的变化 褪去声色 变得油亮圆润 饱满紧实 迸发出芝麻原始的醇香 炒好的芝麻流进石墨 两扇三百多斤的墨盘 下扇固定 上扇旋转 从缝隙中缓缓流淌出 醇厚的芝麻香 水带法炼制小墨香油 是劳动者变通的智慧 墨好的芝麻酱倒入开水 通过重铜锤 长时间的震动和打压 将油替换出来 为的是芝麻在舌尖上的 第二次绽放 芝麻酱和小墨香油 按六两对四两的比例相容 共同调和出 酱香独具的芝麻酱 将瓢翻过来倒芝麻酱的时候 它是那种均匀的旋转的 会滴到碗里面 调好的芝麻酱香气扑鼻 没有其他的味道 这些就够了 大胃质碱 共方明深谙此理 1940年 蔡明伟将芝麻酱淋在面上 发明了麻酱面 即热干面的前身 从此代代相传 年纪轻轻的龚方明 已当店长五年 靠的就是 表制芝麻酱的好手 淋上一勺芝麻酱 面仿佛被失了魔法 散发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魅力 如果说芝麻酱是热干面的灵魂 那碱水面就是它饱满的躯体 华南一带小麦 蛋白质含量比较低 筋度差 加盐和碱 能获得筋道柔韧的口感 压制面片三道以上 锁住营养成分 呈现出来的面形滚圆 粗细度是1.5毫米 碱水除了优化面条口感之外 还能让面条带上令人愉悦的金黄色泽 拱方明的店 一天就能卖掉2000多碗热干面 从和面压制成型到胆面 这个巨大的工程 必须依靠机器才能完成 竹制好的面条 在滚筒里翻滚 和菜籽油充分融合 根根有神 散亮发光 一碗正宗的老武汉热干面 芝麻酱纯香浓厚 面条顺滑又嚼劲 胡萝卜丁和酸豆角 清脆爽口 胡萝卜和姜豆角 要用新鲜的 加调料 历经30天的板住腌制 才能剁碎拌入热干面中 形成香脆的口感 新黄如热的碱水面 在沸水里煮五秒钟 黄白的面 特中的酱 黄红的萝卜丁 青绿的酸豆角 红艳的辣椒圈 清嫩的小葱 完美地聚集在一起 才能成就一碗 好吃的热干面 董芳明每天都是忙碌的 除了做好老口味的热干面 在配料和搭配上面 也做了很多创新 虾仁 肉末 雪菜肉丝 牛肉 荤素搭配 应有尽有 站在了楼上 啤酒光武汉 武汉它是越看越好看 折山的对面是龟山 长江汉水 就在当中 武汉人的性格 直接爽快 城市性格也影响了当地的美食特性 简单直接 过早的食物更是以快为主 这家热干面店却每天都排长队 它叫罗斯斯 绝活是生烫牛肉热干面 富有滤冻的牛肉在热锅里热舞 一分钟不多不少麻利起锅 一碗鲜嫩爽滑的生烫牛肉 很香出炉 生烫就要更揉手 差不多估计一分钟左右 一碗面 小螺旋的是黄皮区的黄牛肉 味道香味 牛里肌部位更是鲜嫩爽滑 凌晨五点 准时把牛里肌肉切片腌制 以保证牛肉的新鲜 这个腌制的佐料里面有蛋清 还有生粉 然后一些香料 腌制之后提升牛肉的香味 调味料拌入牛肉以后 像按摩一样 持续抓肉香脂软化 使其更容易入味 腌制后的牛肉 不仅可以去除牛肉的腥山味 还能软化肉的底汁 让口感更滑顺 小螺的生烫热干面 鲜 滑 嫩 生烫和热干面搭档 口感更有层次感 在武汉独树一致 牛肉与面在舌尖完美融合 面香 肉香 芝麻酱香 争先鲜后 风不怕来 牛肉它是深行的 不要人 美味也自然离不了用心 小螺每天凌晨三点就准备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从不懈怠 为了家人 年轻的小螺 肩负着一份责任和担当 麻城市小七园村 这里有喧腾的人间烟火 有浓得化不开的香愁 有家的味道 是好海 是心海 想把你刮头牌 想把你刮头牌 大鱼 来 小鱼都飞了 好 彭鸣菊老人在这个古村落中 生活了七十多年 故土安眠 今天在广州打工的儿子 一家回来 他已经叹了一年了 你好 你好 在同一年下 生火 做饭 用食物凝聚家庭 慰藉家人 平淡无奇的锅碗调盆里 充满了中国式的人生 那火少的 要不要的 要的 要的 村里人都爱在家做热干面 自己调料 配料 自制出一碗碗 最合乎家人口味的热干面 彭大妈做的热干面 在街坊邻居中 也是油口皆碑的 买回来的碱面煮到七八分熟 捞起 迅速用筷子挑起 挑的要高 速度要快 直到凉透 抹上油 每一根面条夹断后 中心有一个深黄色的小点 证明已七分熟 其他的配料 只有胡萝卜丁 香葱 酱油 芝麻酱用香油调好 不干不稀 全凭经验 有一味调料 是彭大妈的独门秘籍 家门口 彭大妈种了一亩地的芝麻 就为了这一刻 给热干面增添一份经验 新鲜的芝麻 在阳光下晒掉水分 小火慢炒 炒到芝麻泛黄 闻着淡淡的香 不可炒得太久 不然香味会变成苦味 炒好的芝麻捣碎 随着石旧烹烹的声音 芝麻浓郁的香气 弥漫在农家小院 芝麻碎 口感松软酥脆 香味不比 芝麻酱口感细滑 口味纯香 同一种食材 不一样的口感 在这碗面里融合 吃饭了 有肉 赶紧赶紧把奶奶拿出来 吃热干面 讲究一个沉浸感 一挑 一吹 再一口 面就裹挟着浓香 全部到肚子里了 好奇了 我们来几天在屋里 天天就懒着人去 好奇了 我学生 作为一名地道的湖北 对热干面的那份浓情秘义 已经深深地根植在了心里面 行走在异乡 能品尝到来自故乡的美食 往往是最深情的味界 六年前 曾波为了音乐梦想 来到长沙 唱歌之余 总让他千尝挂度的 就是一碗热干面 曾波在长沙开了一家 专做热干面的店 面馆开在晚上 因为解放西的生活 是从晚上开始的 芝麻酱和胡萝卜丁 都是老家发来的 保证了地道的武汉味道 芝麻酱浓稠杀棉 对于长沙人来说 有些难以下咽 必须加少许乳水来化解 乳水的制作很讲究 姜片过油 炸至焦黄 加辣椒末 添水 将牛腱子肉放入锅里 撒入草果 八角 大料等十几种香料 打成的炖肉料 大火炖两个小时 捞出牛肉 切片 再用密制香料 爆炒牛肉片 再次加入老汤里 数一个小时 卤水才算完成 点筋支笔 牛肉汤 加卤水要注意分寸 汤水少了 酱很难化开 汤水多了 芝麻酱的香气全无 最后加上几片牛肉片 堪称完美 老板来碗热干面 热干面的爽辣 牛肉的软韧性 萝卜的脆爽 再加上密制的香辣牛肉汁 融化在面里 让人欲罢不能 面来了 那给我们唱首你的那首歌 热干面给我们听吧 真的吗 那好吧 下面的老师傅 下一碗热干面 多把点油 少把点烟 多把点葱 不要打扇拖 下面的老师傅 这首热干面 是中国根据武汉人都熟悉的铜鸟改编的 听着歌 吃着热干面 也成了这家店的特色 正宗的热干面 在厂上这里能吃到 人的胃是有记忆的 大家都会对家乡的美食 怀有眷恋 在盆与碗的交错中 增幅给了很多 漂泊在外的人一丝味境 也激发了创作灵感 平常的日子 就像一碗热干面 简单而又丰富 赵师傅始终坚守着 老口味的热干面 龚芳明忙碌的同时 发挥着奇思妙想 罗斯斯依旧每天凌晨三点开始工作 彭大妈送走了儿子一家 又期待下一次的相聚 曾波做着热干面 追逐着自己的音乐梦想 一碗热干面很小 不过是用来饱腹的面条 一碗热干面又很大 盛满了武汉人的热情爽朗 对武汉人来说 热干面绝不只是一种小吃 更是一种惬意的生活方式 地处华中地区 占尽九省通渠之变 各地饮食文化汇聚于此 成就了武汉美食 兼容并包的特色 处理鱼头 有妙招 去腥增鲜 是关键 这点不去 他也会非常辛苦 咱家卤肥肠 就用咱家自己的酱油 源于川采砂锅鱼头的鱼头火锅 如何在武汉落地生根 俘获人们的味蕾 鱼头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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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牛骨有诀窍 鱼制15千克大牛骨 鱼制15千克大牛骨 究竟需要融合多少米料 哇 太香了 天都已经黑了 我已经冻极了 如何以独特肉香 赢得所有食客的喜爱 很爽啊 这一口夹的东西 大口喝酒 大口吃肉 来 喝一个 来自西北的烤羊排 来到武汉 竟以四季划分不同口味 如何随着季节的变化 而改变做法 抓住武汉人的味 跟随味道调查员 一起探寻武汉 别具特色的创新风味 没有什么烦恼 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那就两顿 川鱼火锅百味品辣 广式大边谷 寻海滋味 内蒙古铜锅 阳中藏鲜 河北魂锅 肉香融合 而若是将鱼头与肥肠相结合 那又会碰撞出 怎样的极致美味呢 在武汉的南京路上 一条本不属于夜市的街区 却有一家凌晨四点 仍然大排长龙的鱼头火锅店 天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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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早也排 来往也排 我现在排在第52号 前面还有五十多钟 慢慢等吧 自称是驾到武汉的和师傅 励志要将家乡四川的蜡 与武汉的鲜融合 要把它的鱼头火锅 打造成全国的嚼嚼 这一满盆的辣椒 还挺有武汉人 能吃辣的这个作风的 先你眼睛这块 这块肉是最好吃的是吧 真的 哇 好嫩啊 你看 鱼肉与舌尖触碰 便瞬间融化 麻辣鲜香 溢满口腔 如此鲜美 何师傅自然有他的秘诀 这么好的一锅 鱼头火锅 我能使一锅 你刚刚说了吗 收徒弟是吧 收一锅这么聪明 机敏的小徒弟 也是一个收获吧 好 这个徒弟我收了 来 好 OK 武汉江河纵横 水网交织 素有千湖之城的美玉 何师傅家的鱼塘 便是坐落在此 何师傅说 想抓鱼得先打窝 至于饵料 它有独门秘方 发酵数日的老豆腐 与蜂蜜白醋充分搅拌 便是胖头鱼的最爱 你看这是酸甜口的豆腐脑 我弄这样 我看到那两位接应我的大哥了 大哥 我们在这儿撒 待会儿捞鱼靠你们的了 就这一片 看准了 你还没用过到鱼 你就用过到我了 拉广一点 大一点 可以 大哥你们撒网吧 一 二 三 好像真的起鱼了 有几条 有几条 师傅 快来 快来 我看到这么大一条了 我挑一个 走 走 进来 这样勾住是吧 把它抱着走呢 好 走了 每天捕捞的胖头鱼 鱼眼饱满 鱼塞鲜红 是制作鱼头火锅的关键 何师傅说 想要发挥鲜味的极致 还需要其他食材的助力 咱们为什么要选用这个黄骨鱼 加到火锅里面呢 肉质好啊 鲜的 那个 拿把鱼泡拉过来 这是回鱼泡 回鱼泡 对对对 咱们为什么不直接用花莲的鱼泡呢 花莲鱼泡 那个 它那个口感没有这个好 黄骨鱼与回鱼泡 便是提高鲜味的双重要素 但除此之外 还有一样食材 更是食客们的心头所好 猪大肠 你看一下这个哪个好 这个是不是更肥一点 那么在这个里面选第一个 就是你看那个颜色 然后闻它的味道 而且 没有心臭味 闻起来这个真的心臭味 很淡 肥肠真正处理 是回家之后的处理很重要 你看这边这是肠头 这边看着很肥对吧 这边咱都不用 肠尾这边去掉一点 所以咱们只选取 中间 中间的这一部分 除了严格挑选部位外 肥肠的清洗 更是不能马虎 白醋 盐 面粉 反复揉搓 直至意味轻浮 就这个程序 油需要三次 最后再翻过来 再来去掉油 处理后的肥肠 质地清爽有韧劲 也能在火锅的烫煮中 变得更加爽脆 接下来的环节 就是成就味道的核心 而这也是成就 何师傅火锅店 生意火爆的重中之重 准备做饭了 好 但是我们这个鱼啊 还有鱼泡 还有我们这个肠 都没上桌 这怎么做呀 我们得制作任何东西 先得把底料先制作出来 然后切一些 那个炸香油的原料 生姜 洋葱 大葱 小葱 芹菜 在锅中炸香后捞出 何师傅说 接下来他要拿出 他的看家秘料呢 现在是炸香了的油 这油就非常香 非常香了 再配上什么料 现在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料 是不是川菜里的那个皮线 感觉也不像啊 可以说是秘制的 何师傅的秘制酱料 以四川家乡风味为基础 结合武汉本土的饮食口味 加以改良 调整而来 秘料下锅 与炸香后的热油一同炒制 紧接着便是火锅中的 灵魂配料登场了 这三种有什么不一样啊 这个辣椒 最重要的一个 主要是提一个增加辣味 这个就更加地增加 香味 这是香味 这个会起一些变色的一个动作 小米椒增纳 灯笼椒增色 七星椒增香 将色香味完美融合于锅中 赋予火锅底料的灵魂 紧接着加入枝子 桂皮 八角 香叶 小茴香加以提香 但如何把握武汉人的口味 何师傅还有诀窍 我这样不要给多了 因为那个武汉人的那个麻呀 没有我们四川那边那么重 稍微少一点 食量 对对对 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 还有什么 不漏了什么 糖 放了白糖和冰糖过来 因为湖北这边吃了一个甜辣口 所以说糖要稍微变重一点点 调配好的底料需要熬制四十分钟 这样香料的味道才能彻底激发 剩下的就是小帮厨 来帮我们熬制四十分钟 但此时何师傅却提前舀出一勺炒料 他说一会儿还有妙用 那这样小户 咱们现在先把这个肥肠焯一下水 这个基本定型的 先捞起来 对 好 现在就告诉你 我刚刚你用打了一个酱起来干嘛 咱家卤肥肠就用咱家自己的酱卤 哦 原来是这个妙用 肥肠卤制需要三十分钟 正好与需要熬制的底料一同出锅 趁着这段时间 何师傅准备开始处理胖头鱼 真正的好东西吃鱼头 我们就这里过来 一纸 只要一纸 只要一纸 然后是横切 斩一纸 快刀斩一头 鱼头被看 去腮 刮黑膜 何师傅说 他还有去腥小妙招 我听说吃的时候 还没有注意到 那个牙齿 鱼的这个牙齿 对 就一点点 你看 但这点不去 他也会非常新非常新 所以说一定 在处理鱼头这些细节上面 一定要处理好 对吧 将鱼头腥味的来源 鱼芽摘出 卤制的肥肠 也到了出锅的时候 接下来就到了鲜味 大融合的关键步骤 在熬制好的火锅底料中 依次下入黄骨鱼 鱼头 回鱼泡 肥肠 在铁锅中炖煮八分钟 在鱼头与火锅汤底 相互碰撞时 鲜味随即迸发而出 盛出来的各种食材 放入火锅后 就到了逼出香味的最后一步 铺上满满的辣椒 淋上热油 它的食材特别新鲜 我最喜欢吃鲜气的 还好吃 嫩 而且特别入味 辣椒与肉油的相互碰撞之时 辣味随即迸发而出 从而起到以辣提鲜 以鲜醋辣的效果 鱼头脱锅 在武汉菜店呀 有一家专门做牛骨头的店 我就纳了闷了 这骨头有什么好吃的呢 但是呀 听说他们家常年是坐无虚席 今天呀 我可是找老板预定了 才找着一个位置的 咱们赶紧去吧 古大肉少 便是多数人对骨头的印象 然而在武汉的一家 牛骨头专营店 却有着口口都是肉的称号 这牛骨头究竟有何不同之处 竟如此火爆 90后小哥朱欣 酷爱美食 而且绝对是无肉不欢的老涛 创业第一时间 他就决定成为骨肉专家 这个骨味的味道很浓郁 老板评价一下 今天的这个味道如何 你也提醒意见嘛 美中目睹的意见就是 我觉得都不够吃了今天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都来吃了 您就教教我该怎么做的 可以啊 这样嘛 我们明天早上 我们一起去市场采购 这个新鲜的牛骨 行啊 就从第一步开始 那你不能吃到哦 第二天一早 味道调查员跟着朱欣赶了个早市 我们定的 我们定的在这边 在这儿 这一排都是我们的吗 在我们这个区域 一般的这个牛骨头 它是用这种食材做 用脊骨做 我们店用的就是牛排 牛排是这样的 就内排那一块 对 内排 它其实是两侧 两边各有13根 牛排 咱们这是 我们是第五至第八根 我拿不动 四根排有多重啊 这有多少斤 这个我颠量一下 颠量一下 这个有三十多斤嘛 颠量颠量 三十多斤 四根排就三十多斤 对对对 这是一对 这是这样的 一对 这合起来是一对 对 我们是第五至第八根 一定要第五到第八根吗 对 肯定有讲究啊 因为第五到第八根 它是肉比较多 这个就是 你等会儿 这是什么 让我猜算 你猜一下 像在武汉的话 经常吃鸭脖 应该知道 那个脖子上的那个肉 啃完了之后 的骨头长什么样 是不是牛脖子 对 这是牛脖子 猪心做的牛骨头 是以牛排 与牛脖子来做主料 牛排肉厚之多 牛脖子肉质弹牙 有嚼劲 欲得好味 先寻好料 朱星说 香料的挑选 可是一门学问 我第一次知道 他说白色的就没有 买香料还要挑一条 那肯定啊 那肯定啊 我每次一抓就走 一般好的白扣呢 其实它叫白扣 但是我们一般会选 微黄色的 微黄色的 要比纯白色的要好 质量要好 原来挑香料 还有讲究的 这是烟柜 好的烟柜的 这种柜皮 你基本上掰不断 哎呦还真是 对每一种香料的 深入了解 每一颗的严格挑选 便是制作牛骨头的 鲜绝条件 不过朱星说 他准备再加一种 特别的料 这个我认识 这是我们小时候 好像主鸡蛋用的地菜 所以就是这个 这是鸡菜花 我们小时候春游的时候 老师就会让我们挖这个 采摘好的 鸡菜花 只取开花部分 洗净晾干备用 所有食材便已准备就去 但是要烹饪 重达15千克的牛骨头 朱星却只拿出了一口 比巴掌稍大的小锅 星哥 咱们这锅 小的有点过分了吧 这个主要是为了 把香料做一个处理 主要是为了 去除苦味 激发它的香味 小锅中依次加入八角 桂皮 杀人等香料 然后再加点我的秘密武器 我看看 我看看这什么秘密武器 好香的白酒 这是我们本地 自己酿的这个高度白酒 也是粮食酒 纯粮食做的 它主要是可以 让粮食的香味 结合到这个香料里面去 所以其实我们白酒 也成了其中一味香料 对吧 最好是烧了三四十度 温温的那个状态就可以了 原来小锅只是为香料做预处理 加热后需要浸泡三十分钟 轮到牛骨头登场 但处理如此硕大的牛骨头 不仅需要力气 更需要一口大锅 现在是准备焯水了对吧 对 来 我来下锅 这几十斤的大家伙 这得焯很久吧 水煮开 煮开然后再蒙个一克钟 十五千克一个的牛骨头 三十千克一缸的水 每一个动作都需要耗费极大的体力 每一次的提动 味道调查员都使出浑身解数 而朱星却十分从容且得心应手 终于到了激动人心的炒料环节了 如以色为鲜 糖色的炒制十分重要 烧到五六层热 再加入糖 先开大火 把这个糖炒匀 再给这个温水 温水里面再把糖色煮揉和煮开就行了 糖色煮沸 捞出备用 紧接着便开始炒制香料 好 放牛油 用牛油炒制泡好的香料 滋味更得醇厚 像咱们这是牛油配牛排 牛上加牛 葱姜 洋葱 大葱 对 你现在是在炸这些料 对 把香味炸出来 加辣椒粉 好 辣椒粉的香味需要炒制以后 才会被完全激发出来 紧接着先倒入适量清水 再将炒制好的糖色加入 这样能够防止高油温 破坏糖色的颜色 现在把鸡菜都倒入里面 好 这就是我们的秘密武器 鸡菜花富含的氨基酸 可令卤汤鲜味十足 大火煮沸放入牛骨 所有食材理应外合 让多种芳香与油脂共振 经过两小时的温火慢炖 各种滋味彼此交换渗透 香味分子逐渐释放出 富裕豪迈的柳香 太香了 天都已经黑了 我已经走不及了 好 这个牛肉已经很明显 来 我来把它打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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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啃一口啊 星哥 完全入味了 很有嚼劲 但是跟店内吃的是不一样 好像有那么一点点不太一样 而且个头也不太一样 朱星说 此时的牛骨制作 仅仅才是半成品 接下来会根据客人的口味 再次加工 喜欢浓油赤酱的可以红烧 中情麻辣干香 有嚼劲 则已干煸 而加入蒜蓉翻炒 则使味道更加丰富 更是做成火锅 也能在冬季感受温暖食客 朱星坚信 尊重每一味食客的味蕾 满足各位老涛的口腹之欢 才能让他制作的牛骨头 在武汉美食林立的街头 获得大家的青睐 提起烤羊 全国各有特色 甘肃 东乡 皮特国烤羊 福州红糟烤羊 湖北襄羊 金条烤羊 顺德卢烤羊 然而在武汉的万孙路 也有一家烤羊店 不仅冬天食客满座 就连被称作四大火炉之一的 武汉夏天 也能客满四座 好吃 给我老婆来吃 我一般不是特别喜欢吃羊肉 但是这羊肉 确实刷新我的三官 比较独特的一种考试的方法 时刻如此青睐的烤羊店 他家又有怎样的制作密码呢 来 你们的羊肉看 老板 这边加分羊牌 好嘞 老板 我们要一份 一份羊牌 再一份羊牌是吧 地道的武汉人肖翰 儿时曾随父母在新疆生活 回来后对烤羊滋味 依然念念不忘 他便经营了一家羊牌店 没想到肖翰也因此成为 武汉美食界的烤羊牌高手 哇 终于来了 闻一哈 不是我的 白鸡牌 这是你们的羊牌 看到我瞧手 有拍的眼神了吗 老板 外面虽然脆 但是里面的肉非常鲜美 而且我发现 这个吃起来有一种 确实是别样的清爽感 想必老板一定加入了 什么不同寻常的小心思 清晨一早 肖大哥便带着味道调查员 来挑选羊路 你看这就是整羊了 对 这都是草原棉羊 因为北方的羊 它又过冬 过冬它的特点和南方的棉羊 山羊不一样 它又有一层脂肪 看到没有 这层的话脂肪烤起来就很好吃 咱们是买局部 还是整羊带回去 我们整羊买回去 买回去之后来再分解自己 但是要让食客 在夏季依然吃得痛快 肖大哥说 还需要到泥地里 去找一样宝贝 这有个大哥 大哥 你在干嘛呀 挖蒲鸡 蒲鸡 蒲鸡就是马蹄 我看看大哥怎么挖的 像这么挖吧 好大个呀 这个马蹄 你看 所以马蹄是这样一个个 从体 这个泥里面刨出来的 是吧 这个都大 甜不甜 你们家马蹄 还可以吧 你吃了 还可以 这不能吃 现在还是一个泥团团 原来这长在泥地里的宝贝 竟是马蹄 马蹄皮薄肉脆 只能徒手从泥地中逃出 这个大哥说 今天的菩提是 丰收长得又好又胖 个个长得跟小苹果大小 一 二 三 有点沉 这一般的是你 一般是马蹄 我妈这黑驼驼的可都是宝贝 小货 我们这还有一处秘密 还有秘密 往前看看 这不是野草吗 你闻一闻味道 有一点点芹菜的味道吗 对 这就是我们当地的土特产 水芹菜 也叫野芹菜 水芹菜 风味独特 清香脆嫩 马蹄肉质白嫩 唇干清香 萧大哥说 这两样都是夏季限定食材 但清爽的食材 如何与羊排融合 还得等萧大哥给我们揭晓 一 二 三 上桌 好嘞 萧大哥 咱们现在来现泡 来 我给你咱试一下吧 这得有点技术才行的 来来来 你看这多专业的刀具 先上这个 小尖刀 先去羊腿 好 这东西 蟹羊腿也就是要从羊腿的下面 把它剥开它 它就能下下来一个羊腿 我现在已经能想象到 我拿着这羊腿直接啃的那种 喉咸的感觉 是不是很过瘾 萧大哥说 蟹羊腿只是热身 真正的硬骨头还在后面 上斧头了 现在是 再把这个胸骨砍开 卸下来的羊排只选用中间的八根 因为这里的脂肪覆盖最为均匀 烤制时油脂才能进入肉中 紧接着给羊排和羊腿洗净后 在一旁晾干 便可以开始准备别具武汉特色的腌料了 现在我们来调味 这调料里面东西还挺丰富的 我们那个羊肉味道不会掩盖它的本味和鲜味 我们在这个重的味道的调料就放得少 其香的味道就放得多一些 腌料的调配大有讲究 小茴香 白蔻 草果 八角 党参 在石灸中捣碎 一旁的肖大哥则将小葱 水芹菜 胡萝卜切剁备用 本身它和牛羊肉都比较配 它的味道可以去除羊肉的腥山味 紧接着开始给马蹄去皮 肖大哥说所有调料中最重要的当属马蹄 水分手边煮 还有一定的淀粉里面 腌肉里的话可以使肉里痛加鲜嫩 原来马蹄中的淀粉 能在腌制的过程中 起到取代生粉的作用 而问起为什么下这么多料 深谙武汉人口味的肖大哥 最有发言权 南方人的话 因为对这个山味还是敏感一些 所以我们用这些香料来腌的话 它更加接受 最后在调料中再加入白酒 油 盐即可 但肖大哥说 想要羊肉腌制更加入味 还得借用它的两样秘密武器 这是什么呀 油漆滚筒 但是这个带菜的 像钉耙一样的 主要是这个羊排上面 它都有层筋膜 你那个味道不好直接腌透腌进去 我们就用这个钉耙来 把这个上面来打些孔 它就会很快入味 肖大哥每天要卖出200多山羊排 而自制的滚筒钉耙能大大提高效率 腌制还有专门的一个机器呢 是的 漂亮 这有点像那种滚筒洗衣机里边的那种滚筒 这个要滚个半个小时左右吧 让它充分混合 一直不停吗 对 这是个体力活儿 三十分钟不间断滚动腌制 不仅需要臂力 更是对耐力极大的考验 现在就开始准备烤了是吗 是的 烤肉都准备好了 那这个怎么又来了一盆腌料呢 要用这个菜的香味和香料的香味 和这个羊排一起烤 让它更加香一起 肖大哥说 将香料撒在底部 经过烤炉一小时的热力助攻 底部香料的香气 并会逐渐向上渗入肉质中 让清香与肉香更好的交融渗透 你看这油已经滴了一圈了 不行了不行了 太馋人了 出炉吧 经过烘烤后的羊排 油脂已经完全锁住肉质的水分 然而肖大哥说 此时还不能立刻食用 想要羊排肥而不腻 还需要经过另一道工序 最后把它切成一根一根的 也一方便吃 我们还要第二次烤制 你看这里面有汁 里面是有汁的 这是它脂肪化掉之后的汁水 切开后 羊排的汁水徐徐低落 令人垂涎三尺 在大火的炙烤下 羊排迅速产生美拉德反应 成倍释放羊肉的鲜香滋味 可肖大哥却说 重头戏还在后面 马蹄就是我们的重头戏 穿马蹄串 穿了马蹄串 再火轻轻烤一下 就是配着羊肉汁 可以解腻轻火 所以今天我们即将见证 烧烤界一颗新兴的 冉冉升起 清兴热烤 确实 它会更清爽 用时令食材搭配羊肉 这也许就是肖大哥的羊排店 在夏季仍旧顾客迎门的独门诀窍吧 无论是穿鱼风味 与千壶滋味的完美碰撞 还是传统食材与形色老饕 悄然相遇 武汉这座城对待美食 永远抱着兼容并蓄的态度 热爱新疆美食的肖大哥 准备寻找更多本土食材 与羊肉结合 为朋友们带去更多 不一样的美食享受 说自己嫁入武汉的何师傅 准备再开几家店 让更多武汉人 品尝到他这四川老乡的好